眼下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马纳斯县2.5万亩东小麦逐渐成熟 陆续进入收割期 当地抢抓农石 组织机械 人力迅速开展卖收工作 7月2日在马纳斯县乐土一镇白杨树桩村的小麦地里 金色的麦浪随风起伏 沉甸甸的麦穗颗粒饱满 呈现一派丰收景象 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来回穿梭 将一颗颗金黄的麦穗收割归仓 2020年马纳斯县乐土一镇白杨树桩村村民 赵谦通过土地流转 种植了1800亩枣熟小麦品种新冬22号 由于麦波基础好 田间管护到位 小麦长势良好 丰收的喜悦 让赵谦干尽十足 加上国家汇农补贴 让他对种植小麦充满了信心 今天正在收割 预计每亩在400到500公斤之间 现在市场的价钱 估计就是2块8左右 算上下来 收入在1300左右 完了以后 现在还有国家每亩地 给的220元的补贴 预计每亩地可以挣到 400到500元之间 有了国家补贴 给我们种小麦积极性更高了 马纳斯县积极落实国家各项农机补贴政策 引导农民使用现代机械 现在随着机械化作业程度的不断提高 马纳斯县小麦积收率已达到100% 今年赵谦加入农机合作社 通过入股的方式投资200万元 购入了一台新式联合收割机 现在作业速度比以往的收割机速度 快了最少2到3倍 在赵谦的带动下 白杨树庄村农民马义军也加入了农机合作社 小麦从种到这个采收这个过程中 全是用这个机械化 机械化的管理啊 各个方面都提高了 然后到今年这个小麦的这个产量比往年要好一些 也提高了这个小麦的品质还有产量 今年的收入比往年要增加了 农业机械化让小麦种植变得更加便捷 而高效节水滴灌的应用 让小麦的产量和品质得到了提高 通过滴灌水分养分药物准确输送到 作物的根部土壤 可以提高灌溉施肥施药的精准度 实现省水省肥省药省工 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 以及各项汇农政策的落实 马纳斯县农民种粮积极性高涨 目前马纳斯县小麦种植户发展到了272户 东小麦种植面积2.5万亩 今年预计最高亩产700公斤 产量可达13000吨 全球扫兽机能处理